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11月21日上午,美国海军拟拟自己和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进入香港水域,正式开启对香港访问。 在访问香港期间,罗纳德里根号还将进行补给作业,舰上人员也将上岸休息。 据悉,此次并非罗纳德里根号单独访港,随同到访的还包括两艘埃利伯克机导弹驱逐舰和一艘齐康德罗加机导弹巡洋舰,这三艘军舰,全部为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大队的护航舰之。 其中两艘族驱逐舰分别为克基斯维尔博号、滴滴G54和本福德号滴滴G65,而巡洋舰自卫钱斯勒斯维尔号、DC62,突围正在拖船帮主下靠拨码头的罗纳德里根号,远处自卫钱斯勒斯维尔号。 据报道,罗纳德里根号抵达香港后,停留在青衣岛对开水域。 在此之前,香港民航出发布公告着,21日起至25日期间,青衣岛对开水域和尖沙随渡轮码头一旦,将设立临时飞行限制区、限制飞机、直升级机航排机等所有飞行活动,也不能放飞大量气球。 这似乎说明罗纳德里根号及其伴随舰之,将在港行流到本周日,突围进入香港水域的罗纳德里根号。 美国海军第七十任务特请部队指挥官,海军少将哈尔托马斯表示称,此次罗纳德里根号及其护航舰之访问,香港的主要目的是让船员上岸休想,了解本的文化,并增加与香港市民的互动和了解。 突围罗纳德里根号号航母,据感媒报道,在罗纳德里根号抵达香港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谈本红中将提前登上罗纳德里根号参观,观看了舰载机起叫训练,并与美军官兵交流。 突围罗纳德里根号上密密麻麻的舰载机,据悉,在罗纳德里根号抵达香港前不久,刚刚结束了与斯坦尼斯号航母打架, 打架大队在菲律宾和海域举行的联合演习,都在演习结束后,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架大队与斯坦尼斯号航母打架大队分开, 京南海海域直接航抵香港,突围罗纳德里根号上的美军舰员,背景中可以看到舰在预警机和直升机, 突围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机户内悬挂的美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局去旗, 突围罗纳德里根号航母高大的舰导,舰导上盆图有罗纳德里根号的型号76LWC,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